就光是这两个字又已经够压力了 不过住在鸟城的鸟真的很辛苦 因为大家都在这儿可以 还回不了家 好冷啊 哇 鸟城 周深重庆演唱会将于10月6日到10月7日晚举行 举办地点 重庆奥体中心体育场 据悉 周深今天已从上海飞重庆了 明天下午有彩排 3日 主办方上线了周深重庆演唱会倒计13天 现场布置的Vlog舞台搭建的现场指挥透露 重庆演唱会有大惊喜 而且是前面场次都没有过大 去现场的谜子是不是很期待 在3日工作室也发了周深鸟巢演唱会的Vlog 发博说 像闷一样的舞台 成就了曾经小小的愿望 这是我们共同的努力 因为同频才会不断相遇 而在Vlog中最让小编感动的里面有一段画面 就是视频的开始 金绍刚老师对周深说 加油啊 孩子 视频的最后 周深在侧后方抱着金绍刚老师 金绍刚则宠溺地拍着深深的胳膊 一瞬间就很感动 看着这个画面 心软软的 有一种爷孙俩的感觉 看起来 底下这两个钩 真的看不见吗 看不见 就这样 就这样 很容易 哦 这简单好 可以可以可以 学会了 然后 我今天没有魔术老师 我已经毕业了 错了 因为我们魔术老师已经失业了 看一下 是 我们在的是 9.29克斯学会议大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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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开体育场演成会 我也没有那么多开学员的经验 很多我们没有做好的地方 我的声音 我的观众们 他们在帮我们弥补了很多 觉得很幸福 我真的是个很内向的人 但是因为遇到了大家 帮你个头 但是因为遇到了大家 我开始有安全感 去介绍更加立体的周春 给大家认识 最后 我想 郑重地说四个字 保你个头 但是 我爱你们 真的很好玩 演唱会怎么那么好玩 鱼太好看了 有史以来我唱大鱼的时候 大家忽略了我 有没有人来救一救变魔术的时候的我 我真的好无助 怎么会做到每一个模式都穿帮呢 但是我们奇迹时刻重点就是穿帮 08年奥运的时候 当时的你在干什么呀 当时我就觉得 我要是能够在北京欢迎你里面唱一句 那得多厉害 还有一个最美好的事情 当年奥运会开幕式的金绍刚老师 也是我们今天演唱会的音响总监 只会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看台的童谣 让我们的家要去超越自己 这次演唱会 我觉得我成长得到的很多都是师父提醒我 他告诉我你要怎么去感谢你的观众 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珍惜 你应该要让中间出现一条很温暖的线 就像握手一样 北京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这是我第一次开天宇唱演成会 很多我们没有做好的地方 我的生理们 我的观众们 他们在帮我们弥补了很多 我觉得演唱会从来都是双方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是可以一个人做到自己 啊 我们鸟巢结束了 周深就是特别招人喜欢的小孩 实力强 人品好 懂礼貌 看到你就冲你笑的小孩 没有哪个长辈会不喜欢的 正如周深所言 这次演唱会师父教了他很多很多 而金绍刚也真的喜欢爱护着周深 借用工作是一句话 满怀感恩 因为有爱意包裹 我们重庆见 再说一个好消息 周深香港音乐会有二次售票了 10月19日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节目 谭顿大师交响师 声音合流 世界首演 周深作为特别嘉宾出席并现场现唱主题曲 因反应热烈新增约1000张预留作技术用图 或视线受阻的座位门票公开发售 并于10月9日10点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期待周深和谭顿大师的再次合作 此外 周深北京演唱会要朝国家体育场官方报道也来了 9.21到9.22两晚总级官演人数达13万人 创下周深演唱会官演人数新纪录 在即将到来的重庆站巡演中 周深势必将全方位展现自己的音乐实力 全新升级的舞美效果顶级音响设备的加持 将为现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的双重体验 而他那副有穿透力的歌喉更将与现场分为完美融合 让人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音乐盛宴之中 Zoielson by Zoielno Music ZoielО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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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